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发现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的成都人随处可见 成都人的血液里从来不缺直面挑战拥抱变化的特质 周凯 全国政协委员 奥运会五金获得者 我心目中的成都是一座宜居休闲而且时尚的城市 它不仅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同时也充满了城市的现代化气息 这里的人们也热爱运动 也热情好客 作为川级的奥运会冠军 也欢迎大家来到成都感受天府之国的魅力 冯哲 成都人 中国体操奥运冠军 大家好 成都是一座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 作为一名成都人 我感到很自豪 要说对成都的印象 那肯定是在成都的生活 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还有火锅和串串香 我是冯哲 蒋婷婷 蒋文问 中国水上花样游泳双胞胎组合 花样游泳世界杯冠军 并多次创造中国花样游泳历史 大家好 我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的蒋文问 我是蒋婷婷 我觉得成都应该有一种气质 应该就是水吧 因为跟我们的运动项目也比较契合 因为我觉得水可以包容万物 所有来到成都的人也应该能感受到 成都的亲切都不想回家 我觉得成都不仅能包容万物 如果能给他一些新的元素 他也可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事物 陈龙灿 成都人 奥运冠军 中国乒乓球队第一块奥运金牌得主 大家好 我是前乒乓球奥运冠军陈龙灿 成都的气质是竞争 就像我从事的乒乓球项目一样 有竞争 有对抗 但是也有机会 要想抓住这些机会 你就要去竞争 去对抗 这样才能在这座城市得到更好的生活 也能得到更好的回馈 马铭宇 著名足球运动员 甲A足球联赛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成都 成都 美丽之都 健康之都 文明之都